B链何在大家好 我是Michael 今天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介绍一位好朋友 也是文储区块链的总经理 何成峰 何总你好 Michael哥好 大家好 何总是文储区块链的 掌舵人 今年也是文储三周年纪念 首先请何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文储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好的 B链何在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文储的CEO何成峰 第二点叫我爵士 其实文储是18年的7月份成立 我们成立文储之初 我们的目标还是想做一个 FailCoin的支持者 和一个分布存储的信仰者 本来一开始 文储是没有自己核心的技术团队的 从19年年底才开始正式 开始自主的去研发和研究很多东西 可能我们的优势并不在存储 或者分布存储上 可能我们的优势更在区块链上 那IPFS呢 FailCoin呢 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板块 不管是在区块链的投资 还是区块链的一些应用 还是在未来区块链的一个培训 所以说我们现在文储呢 就是一家综合类的一个区块链公司 我们的定位就是希望未来吧 可以成为全球领先的一个区块链基础实施服务商 然后我们使命呢 就是让区块链变得更加简单 是的 是的 其实在跟何总多次的这个交流当中 我也能感觉到 其实文储是一家有技术 做事情非常的严谨 也有自己的底线的公司 一直在区块链这个领域当中 在传播和步道 之前我知道你有很多非常成功的创业经历 最后落脚在区块链上面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你对区块链的未来是十分看好的呢 其实我并不觉得区块链只有投资 只有金融 我是觉得区块链未来它的核心价值 还是要落到这个我们的应用场景里面去 不管说是在虚拟的应用场景 还是在真实的社会应用场景 我们都是需要它应用下去 那我不管是通证的应用还是技术的应用 我们都需要有应用来支撑区块链行业的这种价值 大家可以看到在国内的我们的一些政策 的倾向并不是觉得区块链没有用 而是觉得区块链行业里面的人太浮躁了 希望把这个浮躁的风气打下来 那我认为我们中国在区块链行业领域里面走的应该是最前面的 不管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技术应用领域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 数字人民币可以走在世界央行的前列 也是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很重视区块链的一个发展 但是他因为我们国家的一个体制的需求 我们需要更稳定更长效的发展 所以说就会抵制一些比较浮躁的一些市场的行为 我希望文储包括我 我们可以给区块链行业做点什么 就是不管是在资金上去投入 还是在我们的技术研发上去给更多支持 我还是希望能更多的聚焦这个行业 给这个行业更多的帮助 很多人会讲说它不是一个行业 它会成为一个时代 我也很喜欢这个一个调调吧 因为它是很多技术 很多虚拟世界的一些基础的基础设施 一个是经济模型 一个是信任基础 所以说我觉得区块链行业未来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广阔的空间 是的 刚才爵士提到了说区块链的应用 其实是它最大的一个价值所在 也提到了它的经济模型 有一个问题 现在区块链的发展和它的token之间 其实大家对token对B来讲是有一些排斥和不能理解的 如果说假设区块链没有了激励层 没有了B没有了token的支持 它的发展会不会受到限制呢 其实这是一个大家一直在讨论 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到底B和区块链是不是必须的 您觉得这个问题您怎么看的 这样的 我觉得就像那句话一样 就1000个观众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 在我看来其实通证 我觉得是区块链的灵魂 铸就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基础的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信任 什么来铸就信任基础 第二点就是经济模型 如何分配价值 这个是所有人最关心的 也是每个社会 不管虚拟社会 还是我们政治社会最关心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通证的完美的去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首先区块链的魅力呢 它就是可追溯 然后是可溯源 不可篡改 这个就可以真实的去形成一个可信任的基础 不是通过人 而是通过我们叫代码 对吧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信任基础之后 在之上你一定要架这个经济模型 怎么分配这个信任基础之上的这些利益价值 是多劳多得啊 还是资产为王啊等等 还是要有一个规矩的 所以说通证就立了这样的一个规矩 当然呢 我也觉得其实区块链 并不是每一个应用场景都需要通证 它是还是要分离的 在我看来吧 其实有几个方向还是比较需要通证 而且跟通证密不可分的 第一个呢 就是区块链管理 什么叫区块链管理 就是大家想的到啊 自治理组织 我们现在的管理呢 是通过社会的啊 比如说国家体制 有公司体制来做管理 必须有一个激励层是在这个管理体系里面去运作的 这就是通证在区块链管理里面的应用 第二个呢 就是区块链加金融 不管是区块链 未来的区块链加这个供应链金融 还是区块链加一些交易 区块链加其他的金融场景 里面必须的是要有金融的一个价值分配的一个媒介 和一个介质的也就是通证 那第三个呢 就区块链加知识产权 也就是现在的NFT 这个艺术品商链 等等这种知识产权加区块链的也需要有通证 因为既然你的这个知识产权 你的NFT 你的艺术品已经上链了 其实在链上就应该有一个价值评估 那通证就在里面去做了很大的一个功能 但是有几个呢 我觉得是不太需要token的 第一个呢 就是区块链加溯源 就是其实溯源的过程呢 其实它就是论证这个东西前因后果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是不太需要有token的 第二个呢 就是区块链加存证 就是把一些证据呢 上链 在这个链上可以去验证这个证据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数据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这种验证的过程也是不需要token的 所以我觉得通证不是存在于区块链的任何的一个应用场景里面 但是依然我认为通证是区块链的灵魂 其实大家大可不必对通证或者对B妖魔化 也有需要它的 有不需要它的 也有无弊的 也可以有有弊的 但如果是有弊的 大家不用一杆子打死 其实它是一个区块链的一个助推器 对吧 我们知道爵士带领的文储在这个IPFS赛道上是非常领先的 那么对于加入这个IPFS赛道爵士您是什么样的布局呢 您是觉得IPFSFilecoin确实会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底层协议吗 或者您怎么看这个IPFS的发展路径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文储确实立根之本确实是IPFS和Filecoin 因为我们认为就是当下我们看到行业里面 很多很多的应用场景也好 很多的这个项目也好 其实还是关注在一个点上 就是区块链加金融 不管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NFT 看到DeFi 看到元宇宙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很多虚幻的东西 还是在屈无缥缈的 另外呢 就是说更多的是 它是希望炒出概念 炒出价值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去有盈利也好 去有更大的这种金融价值也好 基本上是区块链加金融很多的分支 但是呢 我们看Filecoin IPFS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跟别人的区别 就是它更偏向于往应用层去靠 因为它是第一个做这个的 而且呢 通过三年不断的代码迭代社区的努力 包括我们各个矿商各个基础设施搭建者的努力 它已经出具规模 马上大家也看到马上Filecoin的网络就迎来了10亿币 这是一个10亿币级别的一个网络 在整个的全球这样的存储网络也没有几个 所以说它已经真实的开始了向应用的拓展和应用的一个探索 虽然大家好多人会会讲 其实Filecoin里面都是垃圾数据 IPFS其实没有太多的应用场景 在真实的应用到我们的老百姓的这个生活里面 但是我还是这句话 什么东西呢都是需要有过程的 我觉得整个IPFS的协议现在已经普遍应用在很多地方了 那但是呢 Filecoin它的存储虽然还没有应用进去 是因为它的时间还太短 再过两个月才是它的一周年的生日 所以说我觉得给它一点时间 要让它去消化和磨练自己 当然IPFS的发展路径也很清晰 现在包括以太坊包括以前的EOS 包括现在很多的元宇宙的很多的一些元素和数据 都存在都使用IPFS的这个路径协议在存储 它已经体现了它作为一个寻止协议的一个优势 因为它是内容的寻止协议 它跟HTTP还是区别比较大的 HTTP呢它是IP也就是点对点寻止 点对点意思就是说我指定一个IP 我把一个画存到那个IP上很简单 我通过一个网线就可以存进去 那IPFS是内容寻止 我不一定是指定了一个IP存了一幅画 而是把这个画可能拆散了 存到不同的IP 或者说是没有拆散 把它扔到了整个IPFS网络里面 我找的时候呢 我是基于这个内容去找 而不是基于我存的那个IP 所以这种选止方式呢 就会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的一个支撑 但是我认为物理的这种基础设施并不是平静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发展高速电网 超高速网络 超级芯片 超级服务器 这个就是给这个未来助就大量的这个高级的这种基础设施 我相信IPFS有了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支撑之后呢 它的发展会更迅速 另外呢 我并不觉得IPFS可以取代HTTP 因为IPFS跟HTTP是有不同的需求点的 有一些存储 它需要的就是最中心化的 最迅速的 最点对点的 但有些存储呢 它就需要分散 安全的 更多样化的这样的存储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华为 京东 他们都在 包括微众银行 他们都在去用IPFS做一些尝试 是因为他们在传统的领域里面遇到了一些瓶颈的一些方向 他就需要用新的东西去试一下 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瓶颈 所以说我还是依然认为 IPFS和HTTP未来是平分天下 而不是谁取代谁 这是我觉得IPFS 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其实现在IPFS 刚才您也提到 就是它存储的数据 还是一些垃圾数据 但是从它的挖矿的模型来讲 如果真实的数据上来之后 那么矿工获得的收益会乘以10倍 对吧 那现在这个IPFS的真实的存储情况怎么样呢 有没有多少真实的应用在IPFS上面来跑了 这个利好消息有吗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再稍微分离一下 就是IPFS跟Failcoin呢 两张网络 它们是不相连的 并不是说Failcoin是激励了IPFS存储的 而是Failcoin是基于IPFS的协议 另立的另外建的一个存储网络 那IPFS本身呢 它是开源的每一个企业 每一个应用都可以用这种协议做寻职 只是说它寻的服务器在哪里 谁给它提供这个服务器 有可能是这个厂家自己 比如华为 比如腾讯 他们做IPFS实验的时候 他们是用自己的服务器 只是用IPFS协议去做这样的应用 那Failcoin呢 是完全跟IPFS不一样的 Failcoin是自己使用IPFS 做了一套 带有自己激励层的存储网络 这是两个概念 首先是谷歌浏览器 几大浏览器都在使用IPFS 它都有相关的插件 比如说谷歌 火狐 狮子王 欧鹏等等 这些国外国内外比较流行的浏览器 尤其是技术圈流行的 全部都有IPFS插件 你可以随时用IPFS来存储你的 很多网页啊信息啊 包括文件信息 另外呢就是奈飞 奈飞呢是一家 集这个技术跟影视 包括内容分发的一家企业 它呢是从2019年的IPFS CAP那个大会开始 就已经利用IPFS来做加速云 做他们的内容分发 提高他们内容分发的效率 而且他们的大量的素材库 大量的设计库 大量的影音啊 这些库全部都是用IPFS在做存储 所以说IPFS我觉得不用赘述 因为它的很多应用 其实很广阔了 我们反观FailCoin 其实FailCoin呢 目前呢确实还没有一年 所以说它的应用爆发跟IPFS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首先呢 它对数据做了一些处理嘛 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封装过程 数据封装过程 让你的数据呢更具保密性 让你的数据呢更具安全性 所以说呢 就导致其实它这个处理过程是比较长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应用场景上来之后呢 会会比较慢 就是体验会不太好 另外呢就是GAS費 因为它涉及到链上的一个交互嘛 因为我要证明我的数 我的这个文件已经存进去了 那证明过程呢 需要消耗一定的费用 那现在可以看到 其实FailCoin的整个官方 包括我们社区 技术社区 都在不断的优化代码 让这个GAS費大量下降 这么讲吧 就ET之前有10个Fail 做这个GAS費 现在只要0.1个Fail 也就是说官方 已经通过半年的时间 优化到了100倍 我觉得这个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所以说未来会不会到了明年 它这个成就会到1000倍呢 我们觉得很有可能 那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数据处理的过程的一个优化 以前我们处理P1P2C1C2加起来 这个过程需要可能十几个小时 那现在呢 其实已经到了10个小时以内 那有些都到了8个小时 那尤其是对C2的一个优化 其实C2呢 它本身我们最早的时候 官方的代码是30多分钟 后面呢 我们优化18分钟 现在是12分钟 我们已经优化到10分钟以内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都在为这个FailCoin网络去助力 我们再说到官方 那官方呢 现在开通了大量的一个渠道 去激励应用的发展 包括黑客松 包括自己的孵化器 包括不同的一个编程路径 比如说Windows啊 比如说这个我们Lutus啊 都是可以使用在不同的编程场景上的 所以说未来 我认为3到5年 会看到FailCoin的真实的一些应用场景 应用到我们老百姓 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生活里面 但是现在其实这些应用跟普通人距离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一点时间 我认为有这么多社区的人 技术团队 包括这些我们矿商搭建了这么好的基础设施 我认为他的腾飞是指日可待的 刚才您提到了 其实普通人啊 大家对于这个FailCoin的了解 还是从投资FailCoin的挖矿开始的 很多人是成为这个FailCoin的矿工才开始了解这个世界的 但现在我们也看到全网FailCoin的算力增长是非常快的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现在产出量下降的也很快 很多人觉得说 现在是不是不是一个进入FailCoin 挖矿的最好的时机呢 我也看到产量下降是巨大的 基本上每天都在0.0005 大概万分之五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的速度 确实很快 只有早才能抢到最早的这一班列车 你晚了那反正基本上产量也低 当然可能未来大家都在讲 现在GasFail下的这么多 这么快 那我是不是再等一等 等他下到前日底呀 成了一个Fail 然后GasFail没有了 那那个时候其实也就这个游戏 可能也就到了大资本玩的时候了 那我们自己的话就可能也没什么机会了 那你算算我投1万块钱 搞了一年赚了2000块钱 那你就觉得这个游戏不好玩了 但是大资本觉得很好玩啊 1万块钱一年可以赚到200020%的收益 这对于大资本来讲是简直太舒服了 Failcoin已经成为一个很稳定的输出的项目了 它的币价包括它的投资逻辑 包括它可测算的这样投资回报 其实是已经很稳定了 那就要看你的投资价值是什么 你是以投机的方式进来 还是以投资长远投资的方式进来 你找到了你的投资的逻辑和价值 你就找到了你投资fail挖矿的好时机 决师是怎么看file的价格 是不是会有一个波浪 它把它推到200优 300优 500优 我觉得很有可能 3到5倍的话 那按照它的最高点的话 应该是在1000美金左右 我说的这个价值点的3到5倍 OK 100优的3到5倍 比如说赤亚BZZ 您个人是怎么看 跟风潮 如果量子计算机真的发展到 4000或者8000个逻辑量子比特 它真的能攻破我们的私钥吗 其实量子计算机 大家可能对它是不是有些误解 其实